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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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有些的众生呢 他善根比较薄 业力比较重 你叫他来诵经拜佛 他都不喜欢 可是你跟他说 你关怀他 他身体不好 生意不好 对不对 那你帮助他 丁氏以仁天秤 满其所愿 就说他想要求发财的 求生病的 病能够好 甚至求马票的 我讲给我的例子 有一次有一个脸友 看到我的网站很高兴 听了经啊 然后就来问我 结果谈一谈 突然问 诶 师父 我最近很穷耶 生活很辛苦 你可不可以给我四个号码 诶 我说 四个号码是什么 我刚开始愣了一下 四个号码 各位 四个号码是什么 诶 你们不用假假的啦 大家都知道的啦 对不对 新加坡人都知道 他突然问我四个号码 他说 师父你天天送佛菩萨 你这么慈悲的 你这双眼睛 这千手观音 非常的庄严啦 对不对 然后呢 你随便写一个嘛 你拜一拜佛菩萨啊 对不对 给我四个号码 好吗 他就这样看着我 我那时候想 以仁天秤满其所愿 好吧 我就写四个号码 我说那你等我一分钟 我到面前 我真的拜观世音菩萨 然后我就拿一张纸 我就给他了 1584 四个号码 我就拿回去 三天以后他中奖啦 中的不多 可是他中了 从此他相信佛菩萨有效啦 诶对不起啊 从明天开始 你不要来问我号码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说信红法师功力这么深厚 号码都被他拆中了 那我就改行啦 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要讲的故事的意思是说 有些众生啊 他不知道什么叫龙树菩萨 知良论啊 也什么不知道什么三世因果啊 空啊 他只想解决他现前的苦难 没有面包 你给他面包 没有衣服 给他衣服 你没有什么 你尽量帮助他 他有病痛 你用医药基金帮助他 所以要满他的所有愿望 但是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注意听你可以教他的 就算他都不学佛法 但是你可以教他一点 就是我今天帮助你 希望你有一天 也有这个心 常常去帮助很多人 Only one condition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就是菩提心 只要他常常肯有帮助别人的心 纵使他不是佛教徒 佛菩萨也会忽念他 了解吗 非佛教徒也很好 就是你只要有一颗心 不要有得到利益 不求回馈的心 然后呢 你真正的去帮助他 你说我今天帮助你 然后呢 也希望你将来在各行各业 帮助别人 只要你答应我这个条件 我就帮助你 很好 这就是让他生起菩提心 所以我要推荐大家看一部电影 pay it forward 把爱传播出去 这是非常好的电影 老婆当然可能都不太喜欢看电影 没关系 将来这边DVD呢 很多人会看 年轻的人也可以 对不对 把爱给传播出去 你把菩提心传播出去 所以没想到呢 那个人呢三天以后 真的中奖了 又来看我了 我说这一次呢 我就不给你号码了 这次你要给我念 普贤行愿品 他慢慢学佛了 知道吗 哎呀 做菩萨真的不太容易的 好 请看下面 喜无量行 请看 六十八页 第十七行 第一 以法喜设受无量众生分二 物一 以念佛与神变功德广度众生 寄宋是在九十七颂 请看 若念佛的功德 即闻到佛的神变 你会非常的欢喜 而受到 而受敬 就是你感受会变成很清净 这称为广大的法喜 再看悟二 请看六十九页第十一行 悟二 不舍一切众生 尽心尽力的帮助他 射受他 这个叫饶益众生界 我先讲祭诵 九十八诵 六十一九页第十三行 九十八诵 菩萨于众生的时候 永远不放弃 应当随你的力量 随分随力的呢 所堪就是你能承受的 尽心尽力 在一切时一切处 能够帮助他 所以在悟二的后面呢 我瓜胡写了一个 饶益众生界 菩萨界很好 有三个内容 第一个 摄善法 摄律仪界 就是说你自己守五戒十善 不做沙盗淫望久的事 第二 摄善法界 就是凡是对一切众生 有善的 有利益的 我尽心尽力去做 第三 叫饶益众生界 就是这里讲 永远不舍弃一切众生 好 在这里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 来 我前几天问过你们的 请问你哪时候感受到佛菩萨的功德 来 麦克风 左右请准备 谁 愿意站起来跟大家分享 请看幻灯片 不要怕 说对了 待会有讲 我准备有礼物的 先来告诉我 谁要举手 左右两边都可以 请举手 先第一个问题 你在什么时候 你感受到佛菩萨的功德 何时 会儿 或是在什么地点 你感受到佛菩萨的功德 会儿 先打第一个跟第二个 不要怕错 来 快点讲啊 把握时间 你不要客气 你讲的 跟大家分享 因为你拖得越久 大家就没办法回去 所以跟大家分享 当时我是在找 想要找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没有学佛法 我只是觉得 我相信感应 所以我就去念地藏经 我念了二十五遍的时候 我很顺利地找到 我如愿以偿的工作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佛菩萨的功德 你有没有看到地藏菩萨那个时候 嗯 很抱歉没有 没有 可是你可以感受到佛菩萨 满你的愿 对 好 掌声鼓励一下 有讲的人 待会儿请到办公室里去 然后呢 我会给你礼物 对 不要 现在先不要发 因为时间有限 来 给我看 给你什么礼物呢 唉 我自己设计的商业金色的热力 很漂亮的 对 刚才你讲的这个五种关怀 就写在这里面 好 答对了才有 愿意讲的 对 好 她自己说 何时呢 是说她碰到困难 要找工作的时候找不到 然后呢求佛菩萨 佛菩萨满她的愿 她虽然没有看不到佛菩萨形象 但她的确呢 感受到佛菩萨给她加持 好 很好 这是另外还有没有 左右两边 何时或何处 先讲这两个 好 举手 举高一点 那个工作人员 请把麦克风传给她 好 对 不要怕 讲错没有关系 你现在读佛菩萨 因为我们是亲自教你嘛 对不对 大家可以这样 阿弥陀佛师傅 你讲重点 我是在2000年的时候 我有那个长脚砂的问题 长脚砂 就是那个长打钩 阿 一种病是吗 阿 就是好像压力 然后就长打一个knock这样 阿 然后我的命就是这样 我就是以念佛的这个 跟愿力 发一个愿我要吃素 然后我的命就这样捡回来 本来要手术的 阿 那我就把这条命 因为他们把我当成是 这个我推来推去 在紧急的时候 就说一下子可以出院 一下子就说 如果你的血 咽了没事 你就 就回去 我们也没有办法 那个很紧急的时候 我就把命交给佛菩萨处理 那你念佛 那时候念什么佛 我就是念 要是走 要是走 然后本师的圣号 阿弥陀佛 什么都念 什么都念 也很好 命就会了 可见那时候佛菩萨都很忙 全部一起出动 因为 他什么方法都用了 我进到国 那个国大 国大又去general hospital 又是最后的观点了 然后我从那个时候 这条命很奇怪了 他打钩说明天一定要手术 然后我就在一直念一直念 然后我又发一个愿 因为我一直跟先生两个 他先比我吃素了一年 我还没有 我一直跟他讲我要跟着他 每次吃一顿 下一顿我就忘记了 就好像在没有认真 那我说也许就是这样 我就发个愿 我能够好好重新再做了 因为我孩子那个时候还小 我放不下儿女 然后我就发这个愿 所以说如果我真的好起来 我这个命就是捡回来 佛菩萨是给我的 那我就要好好的报佛恩 然后我要好好的修 修自己 这样子 各天真的是不用手势 藏自己不用手势 就掉下来正常 这样子 好谢谢 谢谢这位莲友 当然佛教的感应是真实的 但是我们不用像其他宗教一样 每天都在讲感应哦感应哦 不是这个意思 我教的是你的佛法 所以请看幻灯片 你可以五个一起都答 他是第一个在碰到病痛的时候 他觉得很苦 那他怎么做呢 好他发愿 吃素 还有念佛 那为什么会转变呢 因为佛真的也加持了他 改变了他的业力 待会会解释 所以他是真正的转变了他 所以他那个时候 可以感受到佛菩萨的力量跟功德 好这位莲友 待会结束的时候也去办公室 好领礼物 还有没有人 你也可以讲不好的例子 没有关系 那你不喜欢讲 你也可以不用讲很多你私人的隐私 师父只是要讲 知道你讲重点就可以 那位莲友 请举手 麦克风给他 好下面这一位 请举手 麦克风先给他 这样我们才会节省时间 好不好 请说 坐着讲没有关系 你要站起来也可以 真诚的心 真诚的心感动佛菩萨 不要讲这么抽象 讲具体一点 举一个例子 或是在什么情况下 你感受到佛菩萨 会危险的时候 在生命危险的时候 佛菩萨会出现 在生命危险的时候 我觉得 会变身有两个人 有两个小孩子 哪里有两个小孩子 会出现 会出现在我的面前 好像救我 危险的时候 那答案师父要给你确定 佛菩萨是真的有救你 是吗 你想生命紧急苦难的时候 佛菩萨会救你 但佛菩萨不一定是 现两个小朋友 所以你看到那两个小朋友 是假的 是你的幻境 是你的心显现出来 当然可能这两个小朋友 跟你有缘 不管是公德堂里面的 对不对 或是哪里的小朋友 但是我要告诉你 那两个小朋友 不是真的 我不认得他的 好 那这边 师傅 讲的呢 我都会给你礼物 谢谢 因为你很有勇气 跟大家分享 靠近一点 麦克风 在1999年底的时候 就是我去检查 做检查 就是医生检查出来说 我得了第三期的大肠癌 第三期什么 大肠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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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那时候 我都有参加那个 慈激功德会 然后就很多那些年有 然后他鼓励我念佛 然后就很跟我讲 你去面对 就是我这个病症 去面对他 接受他 然后处理他 方向他 他们都很鼓励我 勇敢地走过 然后就是 在那段 化疗的期间 我的身心灵 都很清静 然后就是在每个 化疗的过程中 都很顺利 然后就是 每天都有做功课念佛 然后感觉到 就是 会有一种感觉是 真的好像有佛菩萨 在加持我 走过这段 人生 好 谢谢这位 我想刚才几个例子 都可以看得出是 你病痛的时候 或是很苦难的时候 你觉得佛菩萨加持你 但是现在 你看 你如何感受到佛菩萨 How 或是What 你感受到佛菩萨什么 这位联友讲了几个重点 注意 第一个他觉得心很清静 清静心是感觉佛菩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条件 有些人可能会看到佛菩萨 有些人会做梦 有些人没有 都没有关系 但是最重要 你心感觉很清静 这是很重要的 好 还有没有要说 你感受到佛菩萨功德的时候 你感受到什么 还有没有 好可以 麦克风 先给 那位联友 然后你下一位可以吗 来 快点 那位先说 师父 佛法让我们能找到 靠近麦克风带 不要急 佛法能让我们了解我们本来的面目 你怎么了解你本来的面目 可以具体一点 好像你会把你真正的本来的个性 慢慢的体会出来 怎么个体会出来 听好 我给各位联友建议 这个联友讲得很好 你回答问题的时候 你不用去背很多漂亮的经文 心即是佛 佛即是心 那通通在我的PowerPoint里面会打 对 我要你是想 你怎么样体会到 这个才是你自己的智慧 好 所以 佛法的确有这个力量 怎么样让你看到你自己的心呢 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想你这样可以讲 刚才你讲的 那个慢慢的会把那个心平静下来 慢慢的会把那个心平静下来 慢慢把心平静下来 好 再来 这位联友 梦的可以吗 请说 在大概四四五年前 我做了一个梦 那时候 靠近一点 讲重点 讲重点 OK 有一个梦 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 去了一个地方 那边有一个亭子 我走很久 那个路走很久 那么到了一个亭子 那边就有两个 一个是 大概是二十岁的女子 一个大概是七十岁的老人家 她就走出来 就叫我进去坐 在那个亭子那边坐 这样 后来我在那边 看了一些东西 那么看到一只龙 我也看到一只龙在那边 那么我就问那个老人家 我说那只龙是不是你养的 她说 她点点头说 是啦 这样 后来 就是他们送我出来的时候 那个女的 大概是二十岁那位 她就拿了一个心 一个心形 白色的 拿一个什么 心形 心 白色的 小小个 她就放在我的手掌心 然后 叫我 有 有空的时候拿出来看一下 就是说 叫我们要看着心就对了啦 要你看着心 然后你就醒了 我就醒了 那时候是因为有一点 本身有一些灾难 可是你觉得 那是佛菩萨的发现吗 那是佛菩萨显现给你的功德吗 应该是吧 因为她看起来是很恭敬 很恭敬很恭敬的 跟我们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好 关于梦比较复杂 梦我并没有举在这个例子里 因为我现在要问你这个 五个W都是真实生活里面 那这是你的善根 但是师父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征兆而已 但是不要执着 因为梦有些是虚妄的 那很多莲友常常也没有办法 分辨好的梦跟坏的梦 像你们有些题目里面呢 也是问我梦的问题 那我会尽量用佛法回答你 我不是解梦专家 我是师父 但有些梦真的跟禅修会有关的 跟佛法有关的我会答 好 还有没有莲友 还有 还有没有 好 请麦克风给他 谢谢 可以 你怎么样感受到佛菩萨的功德 靠近一点 莲友 我是感受到 我的孩子是聋哑 但是他一直讨不到工作 那么都是每次都是在shopping 住那个淡路里卖东西 那么卖了差不多头尾都有十年 那刚好我的先生病了六年多 去世了四十九天 我就去佛堂了 我去佛堂了 去学念经 学念佛号咯 那么我就有一次法造法师 就做那个展览会咯 展览会 法造法师给我孩子去卖东西 那我就没有去佛堂念经咯 本来我每个拜二去念经 那么我的佛佛有那谁都讲 为什么你没有来念经 我说没有办法咯 我孩子假如是去卖东西 我就不能来了 我说我孩子要讨工作很难 讨很久的讨没有工作嘛 那所以就一直卖这些东西咯 那么就 我的佛有都跟我讲 他说求佛杀 求佛杀给你孩子找到工作 找到工作的时候 你就来念佛咯 那我听他讲 我早上就念佛号咯 那我就 他叫我回想给他 我就跟观音娘娘讲 我说观音佛杀 我现在也老了 没有办法一直跟我孩子啦 我说希望我孩子能够找到工作 然后我说他找到工作 我可以来佛堂 我可以放这个心来佛堂 学念经啊这样 我这样回想五天 忽然间就有他的哥哥的朋友 就说要请那个设计师 来设计那个衣服 他说他在餐馆拿到那个衣服 找不到设计师咯 那我的大儿子的朋友就这样讲 我的大儿子就讲 为什么不要请我弟弟 我的弟弟是设计师来的 他说我不知道不能叫他来看看咯 那么他就当天中午的时候 他弟弟还要去排档啦 他就打电话 妈妈你不要给弟弟出去喔 我要回来栽他 我说做什么 他说有人要请设计师 我们去带他去看看 后来他真的带他去 就去吃了午餐 就去那个老板那边 就画画图 画五张图 那五张图到晚上五点 他的那个老板就带他去 那餐馆喔 给那餐馆的老板看 看这个图四个 他就看到四个图 一个是大衣 一个是服装是那个 里面工人穿的 几十件 几十件这样 那种里面的工人很多个 那么就一件 就一大衣啦 又加罗里的这些 他拿四件 拿四件就这样请他 这样请他 他问说一千块给他可以吗 我们想到哎呀 去做生意有时候又怕亏本 有时候怕一个月 那个本钱都没有赚到一千块 好了一千块就去做啦 我就跟我儿子讲 你出去做试试看 要是做得好 他会生薪水给你 后来他听我讲 做了两年零八个月 那个老板不会赚钱 有时候没有收到东西给他做 就这样做做做 做了好像两年八个月 没有生薪水 那么后来第二年 两年过后 我就跟他去中国 跟他哥哥去中国做 遇到一个朋友 他在新加坡做那个 跟那个做衣服的 卖衣服的 新加坡有十六件 做那个顾问 那么我们就 我的儿子就跟他讲 你介绍我弟弟 看那边要不要请 那么好那边呢 他就飞来新加坡 带我的儿子去见那个老板经理 见了就用水的跟他沟通 就这样请他呢 就做到现在了 他说现在还不要紧 还有新 第一次他问他 你要多少钱 他说我要钱五块 他就给他钱五一块 做了六个月后 他说假如我要请你 我叫你去中国也要去 我叫你去韩国也要去 那么他回来跟我讲 我说你一定要去 你有去才有进步 才会 才有建设 你才会学到很多东西 我说他每次都担心我 一个人在家 他不舍得去哪里 太远他不会 你可以跟他说 我求佛菩萨保佑你 佛菩萨也会保佑我 所以你就可以去 好 那么后来就这样 六个月后 请他又生多百五块给他 那么七年到七年一年多了 因为他前年十月去做 到七年就一年了 现在已经一年多了 七年他说 他的隔壁的那些做工的 已经下了薪水了 他说他不懂会不会被裁员 没有想到新年去开工 还生多五十块给他 那我很感恩佛尚帮忙 好 谢谢老菩萨 鼓励一下 掌声鼓励一下 我讲太多了 好 我归纳几个重点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也谢谢他的分享 听别人的分享也有耐性 的确 因为残障人员 忙碌的人 在社会上 总是会碰到很多障碍跟歧视 可是他真的就求佛菩萨 所以他第一个 发愿求佛菩萨 第二个他真的也诵经 很多人也念佛 所以可见诵经跟念佛 的确他有他转变的力量 这是真的 好 那明天 如果还有人要讲也可以 不过你可以短一点讲重点 然后呢 我现在给各位看 因为新交部人跟华人都很喜欢 问他是不是赶快告诉我标准答案 其实这不一定是标准答案 好 请看 请看幻灯片 何时你会感到佛菩萨的功德 第一可能做早晚课的时候 或共修的时候 或参加短期的佛期或长期的时候 或者你有时候半夜很宁静的时候 你也会感受到佛菩萨的功德 甚至有时候出国旅行 尤其到落后的国家 尼泊尔跟印度 你就感觉 哎呀 真的佛菩萨保佑我 我这一生真的很感恩 看到呢 不好的境界以后 反而你生起了感恩的心 也感恩三宝的心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状况 答案它关键 哪时候会感受到佛菩萨的功德呢 心要很清净的时候 所以训练你的心是很重要的 当然你也会碰到苦难 生病了 癌症了 你才会觉得 哎呀 佛菩萨我一定不要死啊 我发愿啊 我要活起来 我一定要吃素啊 我要做佛义工啊 我要上佛学班啊 我要学佛 我要利益众生 当然也很好 这个就是佛菩萨 依你的逆境而让你产生 发愿的力量 这是何时 我没有把所有都列出来 我列关键的地方 何处呢 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感受到 第一个可怜的地方 或在佛塔 或在寺庙 或在闭关中心 或者在朝圣的地方 你会特别感受到佛菩萨的功德 就像我们大家 全部在上课之前 静坐一起送华严经 然后再静坐 你的心也会感受到非常的宁静 而特别感受到佛菩萨的功德 因为这个地方是道场 那在家里呢 也可能 假如你有佛塔 甚至呢 你可能呢 真正生病的时候呢 哀哀叫的时候 躺在病床上 你也会感受到佛菩萨的功德 因为事实上佛菩萨的功德 是在一切处所都有 是在某一些场合里 因为特殊的条件 让你感受到 这是第二类 第三类 那你感受到佛菩萨的内容是什么 What is exactly our content 你怎么样感受到佛菩萨功德呢 刚才你在讲的时候 我也会问你 你有没有看到佛像啊 你有没有感受到什么 大部分人是没有看到佛像 没有错 有些人在紧急车祸的时候 他也是会看到佛菩萨的 甚至有看到呢 观世音菩萨 或者呢 紧急车祸的突然 哎呀 我平常拜的那支观世音菩萨 就出现了 一两秒钟就不见了 的确也是有这样的 好 在你看到 感受到佛菩萨的功德的内容里面 我把它全部打出来 以龙树的菩提之良论来讲 分两种功德 请注意看 佛的色身的功德 二 佛的法身的功德 色身功德呢 是related to the virtual of the form 形象 比方说你到大殿 海银古寺 你看到这种 哇 真的很庄严 真的很庄严 我第一天下飞机来的时候 我看到这尊佛像的时候 我鼎礼 我赞叹我的戒胸说 真是随喜功德 非常的庄严 怪不得呢 他的头呢 现在传义法师的头 是金公缅缅缅 这是真的 他修了很大的功德 海银古是八十周年轻 那时候他有邀我 可是很抱歉 我在印度 在求法 所以我没办法回来 所以你看到佛有色身的功德 跟形象 你看到庄严的观世音菩萨 或看到庄严的师父 所以你看到庄严的佛像 佛塔 或清净的圣地里面 你会感觉到 真的有很大的加持力或功德 当然我们不一定讲磁场能量 但事实上它是存在的 我多年前讲经的时候 我也遇到一个是道教徒 来跟我听经 他说 哎呀师父 你的头真的金公缅缅缅缅 好亮好亮啊 你的能量很强啊 我说不用你讲 我也知道 华严会上佛菩萨的功德 对不对 我们送华严经 华严海会的佛菩萨的功德 而且我个人也有很多的体会 我有时候生病 我这辈子也有很多业力 有时候感冒 可是我该讲经的时候 我还是发愿去上课了 我是讲完经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 我全身都是湿的 可是我的病就好了 这个就是法的功德 第二类 佛也有法身的功德 请看 英文是 only quality without form 各位联友 常常你体会到的是 第二类的功德 比方说什么 想到佛经经文的道理 或听到呢 庄严的佛号 或庄严的佛曲 对不对 一听 南无阿弥陀佛 或者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一听到佛号 就哇啦哇啦哭啦 我想有些人也有这种经验 你那时候什么都没有看到 但是你感受到佛的 大悲心的功德 你感受到佛菩萨度众生的 大悲心的功德 还有我自己有一种情况下 最容易感受到慈悲 是什么呢 我们在新加坡比较干净 都是那个supermarket 你们都是在shopping mall 比较多 在台湾有很多乡下的老市场 知道吗 旧旧臭臭的市场 你看有时候我看到很多呢 是断腿的 然后这样推 然后呢放着阿弥陀佛佛号 舒呼啊 拜托给了 让我挤一下 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 我会流眼泪 我不会给他很多钱 但是我会给他十块钱 十块钱的话是 或是一块新币 或两块新币吧 二十啊十块 然后我给他的时候呢 我会教他念佛 对啊 为什么 看到了那个人已经断腿了 没有人照顾他 他在菜市场 这么脏 这么臭的水沟里 他这样爬着过去 有人也不理他 有人也会欺负他 可是我看到的时候 我一定会发愿 给他一块新币 或两块新币 然后我心中发愿 愿度一切众生都成佛 所以发愿是很重要的 在座很多莲友 也都是碰到苦才发愿 可是碰到这个不好的境界的时候 你也要为众生而发愿 请看幻灯片 所以有色身的功德 跟法身的功德 这是龙树菩萨讲中论 有色身跟法身 这是中观的 为世呢有讲法报化三身 我上次教法报化三身 那是指于为世中的 你知道就好 接下来如何感受到功德呢 因为你的心很虔诚很恭敬 就像孩子求你的妈妈 妈对不起啊 我真的没饭吃了 妈妈对不起啊 你原谅我 同样的我们的心 对大悲观圣音菩萨 对一切的佛菩萨 当你很虔诚很恭敬的时候 你的心啊 就跟佛菩萨的电波相应了 所以虔诚心很重要 虔诚心是我们学佛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 我上次有说过 以我们的业力 我们是看不到佛菩萨的 我们只能看到佛的形象而已 那我们怎么知道呢 佛菩萨真的有保佑我们呢 像太阳一样 举个例子 现在太阳光在外面 像今天太阳很大 你怎么感受到太阳光呢 一般人抬头一看 可是有些年轻人很酷 要戴黑色的墨镜 拿黑色的雨伞 穿黑色的衣服 他就看不到阳光了 对不对 好 第二个 阳光随时都照着大家 哪一种情况下 会阳光很强呢 去买一个放大镜 聚光镜 知道吗 聚光镜知道吗 太阳光聚着 然后呢 下面呢 放个纸 然后他就会点火 为什么 他把能量都集中了 自然呢 他就叶子 树叶 他就会点火 另外第三个更好的批语 叫什么 太阳能 有没有 现在很多国家 对不对 因为人类资源 就是太阳出来的时候 他有太阳能 把能量吸收 然后呢 你家里就有热水 太阳能就是什么 能量更强的方法 所以你的心 要真的很虔诚 你不要小看说 我只是来庙里面烧个香啊 点个灯 你要很虔诚 很恭敬 这时候 虔诚心跟恭敬心 就是你跟佛菩萨相应的时候 众生若没有虔诚心跟恭敬心的话 他是不可能修行的 所以虔诚跟恭敬很重要 对佛要如此 对法也要虔诚 对僧 三宝都要虔诚 对一切的师父 都要恭敬跟虔诚 了解吗 再看下面 幻灯片 第五个 为什么可以感受到佛的力量呢 我举一个例子 波周三昧 这是我以前的论文 有三个力量 请你背起来 我说过 今天所有的讲座都忘记 但你要背两个 第一个就是五种 positive communication 第二个请背这个 佛力 法力 法力跟自力 就背这六个字就好 佛力 the power of the Buddha 法力 the power of the Dharma or concentration 第三个 the power of yourself 佛力是什么 佛就像太阳 他随时随度 就定一切的众生 所以为什么说 若有众生遇到苦难的时候 一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真的会救你 我家里我的弟弟也曾经发生车祸 我们全家人念 普门品跟观世音菩萨 一天晚上 我们就把他救回来 真的 观世音菩萨对我们家 也是非常非常慈悲的 因为各位知道 一贯道在家里 大家都拜观世音菩萨 他们不一定懂佛法 可是我弟弟呢 他正在发生车祸的时候 在紧急加护病房的时候 我妈妈打电话给我 他哭啊 没有用啊 那时候我还在家 快要出家前一两年 我说妈妈 你现在要全部的人 给我在病房里面或外面 念大卫观世音菩萨 然后我就念 普门品 念完我就念大卫神咒 我也哭啊 观世音菩萨 请你保佑给我妈妈 一点希望啊 救我弟弟啊 我什么都没看到 当我回想完的时候 我妈妈就打手机来 弟弟命救回来了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但是我真正感受到佛力加持 对不对 所以佛力加持你要透过发愿求佛加持 所以愿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法力是什么呢 是指你圆三昧的力量 就是你修止观 就是我这几天教你们的 要训练你的心 这个也是很大的力量 挺好 这里的法力是指你学佛法的力量 或是禅修的力量 不是孙悟空唐山上的 哎呀你的法力很高哦 这样子 不是这样 那是卡通影片 真的法力是什么 从你心里产生佛法的力量 像点灯一样 有些点灯只有照一个小小角落 有些可以照一个寺庙 有些灯泡连起来可以照整个国家 举个例子 像你们圣诞节的时候 在Ultra Road 对不对 全部的灯泡连在一起的时候 整条Ultra Road都是非常亮的 这个是比于法力 第三个智力是什么 你自己的信愿型 你的善根成熟 我想在座所有的联谊 你会听经来这边学佛法 你都有善根的 可是你的信愿型啊 有时候强 有时候弱 有时候对佛菩萨有心心 有时候碰到困难呢 一半一半 hefhef再说 中了马票 哎呀佛菩萨很灵哦 下次没中到 我觉得佛菩萨啊 骗人耶 我们的信心 也是常常会移动的 知道吗 请继续看幻灯片 所以佛力 法力 智力 这三个力量加起来 就会改变 所以佛教讲奇迹 它是有 不是说只讲miracle 它是有条件的 举方说佛力 你就要常常念佛 或念咒 法力呢 你就要常常训练 放松你的心 最好能静坐 没有办法呢 训练呢 就像这次一样 看你自己的念头 你的念头 起码要保持什么呢 请你在法力旁边写一个 禅定力旁边写什么 清净心 你的心要很清净 要像精如止水一样 那时候念一声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就会现前的 你越虔诚 越清净 你念头力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最后自立就是呢 要自己常常要忏悔业障 我们要存活之前 我要常常忏除很多很多的恶业 不管你过去有意无意的 所以你要常常忏悔业障 常常念大乘的经典 这样子的话 你的善根 还有要常常听闻佛法 这样的话 你善根的力量就会增强 所以佛力 法力 跟智力加起来的时候 在一切时 一切处 不管你有没有看到佛菩萨的形象 你都会感受到它的力量 时间差不多 我再举个例子 我还没有出家之前 对不对 我每天也都念经 我刚开始念的时候是 大悲咒跟心经 后来我念谱门评 我去当兵的时候 我每一天还念一部金刚经跟地藏经 我当兵的时候 跑步人家打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我心里打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对不对 那我的号码叫116 116 当兵的时候都叫号码 然后班长都问 有有了 你在干嘛 我说没有 那心里我在念佛 然后吃完饭 他们看电视 乱七八糟做其他的事 我躲到大楼的旁边 旁边的灯我念一部金刚经 一三五念金刚经 二四六我念地藏经 我真的求佛菩萨 我求观音跟地藏菩萨 让我出家 后来我当完兵回来 我就出家了 可是很感恩的 我梦到了地藏王菩萨 这就是佛力 法力跟智力 我不是炫耀 我只是告诉你啊 真正佛法讲的你去做 是真的有的 我到现在跟你讲 我现在都还记得到 地藏菩萨长得什么样 就跟你们后面的功德堂一样 地藏菩萨全身都是金色的 还穿金色的鞋子 然后呢 他放光为我说法 让我看到了过去跟现在 我很难度的 我刚开始也是很难度的 很爱变的 我也是老师啊 你没有让我相信 我怎么会愿意出家呢 对不对 地藏菩萨让我看到过去 现在跟未来 后来我就发心我要吃素 我要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那我就出家了 可是呢 过了二十一年以后 我都从来没有见过地藏菩萨 所以你不要去执着 地藏菩萨今天很忙的啊 可是你说好好修 佛力跟法力 有时候在前程拜佛的时候 有时候在打坐的时候 有时候在诵经的时候 甚至有时候在梦中的时候 你都有它的加持力的 存在 但是不要执着 好不好 这一段很重要 虽然今天耽误一点时间 因为这一段你理解了以后 你才会看六十八页 从十八行物一 以念佛与神辩功德广度众生 佛在哪里啊 那你要问佛的是 佛的功德 我刚才讲 有色身的功德 有形象的 有法身的功德 有时候你看到佛像呢 所以佛像呢 是供佛像很重要 在这边我问一下 新加坡房子虽然很小 家里有佛堂的 不管大跟小 有佛堂的警局手 很好 手放下 没有佛堂的警局手 好 手放下 没有佛堂的师傅 给你一个建议 你可能不爱 打背功 什么功 什么都可以办 但是你可以在家里 有一个书桌 书架的最上层 然后你放一个佛卡 佛像 然后供水 或者点一盏香 因为有供佛跟没有供佛 功德是不一样的 那假如你家里真的呢 要有正式的佛堂的话 我想海印古寺 或是很多寺庙 你都可以多请教一些师傅 让你在家里撒净 像我们商业金色的SBA呢 我发愿 我免费帮他设计佛堂 而且呢 我们全部的联友帮他念 欺骗大悲神咒 跟普贤行愿品的祭送 我们帮他开光的 对啊 所以我会觉得你家里有佛堂 你自己会平安 全家人也会平安 住在这一区的人也都会平安 像地藏经讲 如果有供地藏菩萨的话 对不对 三百或五百游行之内呢 都会平安的 所以供佛很重要 佛力 法力 跟自力 这三个呢 像那个顶一样 桌子的三个角 三足顶力 我们中国讲顶 缺一不可的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 佛力 法力 自力 三个都很重要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你看幻灯片 昨天教叫做观佛三昧 大称的观佛三昧 观想任何一尊佛的眉尖白豪像 两个眉毛的中间 因为这是佛的三十二项 脸部的这个圆心 那你的心观想在那里 你的心就比较不用散乱 注意听 这里的观想是观想在你佛 脸睛 自己的眼部 前面的一尊佛像 不是观自己 因为你现在不是佛 你是凡夫 所以你要圆佛的功德 它才会产生力量 那当然佛有法爆化三昧 我们自信也有法爆化三昧 所以你暂时不要观想自己的眉毛 自己的眉毛 那是另外一个方法 在这里要教大称的佛的功德 所以你要想佛像 佛像 画像 雕像 图片 都是佛千百亿化身功德的显现 这是昨天要教的 好 今天我们要教另外一个 请看 十方佛观 十方佛观 程序是差不多 但它的重点是观 所观的佛像不是一个 是观无量无边各 所以当你很宁静的静坐的时候 你透过观想佛一刹那之间 佛就在前面而显现了 这边是观 释迦牟尼佛 大称的十方佛观 接下来 一尊佛向右旋转 它会由一尊佛变成 旁边都是很多的小小的佛 小小的佛 就像你去看千佛塔一样 从一楼的楼梯爬上去二楼三楼 你会看到壁画全部都是佛像 在云刚石窟或中亚寄兵国的石窟里面 它是以现在你们大殿来看的话 右手边中间跟左手边全部都是佛 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 然后屋顶以前的石窟是圆的 所以它全部也是一圈一圈的佛像 所以由一尊佛变成很多很多的佛 你可以今天先练习 整个海印古寺的大殿 全部都是无量无边的佛 当然你若是常常练习这个方法 习惯的话 你也可以观想一刹那之间 新加坡所有的天空 都是无量无边的佛 记得佛是透明的 像彩虹一般 好 接下来看下面一张 由中间的佛像向旁边移动 这样子就圆满了整个虚空 这个时候你还是在图片的左下角的 所以你观想的佛像是在你的脸的前面 大概一尺的地方 观想大小你可以自己决定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 事实上观佛不单单是观一尊 也可以观过去基佛 这张是早期印度的佛像 传到西藏 请看下面 你数一数有几个啊 二 四 六 八 为什么呢 最后一个是释迦摩尼佛 所以它表示过去七佛 那过去七佛呢 要找到图片很不容易 这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一尊 然后中间是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旁边站着两个邪式菩萨 左边你看到的 左手边拿莲花的是莲花手观音 观世音菩萨代表悲心 右边白色的 各位猜猜看是什么 各位要不要猜一猜 各位都入定了 这么快就入大成的观佛三位 猜猜看右边是什么 猜错没有关系 哪一个菩萨 不是大师之菩萨 这个是释迦摩尼佛 文殊菩萨 巴布巴布 对不起答错 还有呢 没关系想一想 菩萨吗 一个人猜一个 对不对 轮流猜一下 总是会有人猜对的 什么菩萨 昨天 左手边是观音菩萨 它是拿莲花的 右手边呢 弥勒菩萨 代表慈心 左边代表悲心 所以可见以前的佛像 跟我们现在看共的佛像 是差的非常的远 是因为历史文化不一样 那这一尊呢 释迦摩尼佛的背后有很多很多的小小的背后 那是八大菩萨 所以这个是释迦摩尼佛 我们看到的右手边白色的是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清净不染 慈心三昧 左手边我们看到的是黄色的 拿莲花是莲花手观音 代表悲心 所以要慈心跟悲心两个都圆满 你才能够成佛的 所以你也可以观过去七尊佛 那在这个汤卡里面 它标的是一排 那真正观过去七佛怎么观呢 一尊佛 然后呢 变左右两尊就三尊 还有上下 这是平面的 就五尊 再来观成立体的时候 上面跟下面再加一尊 就变成七尊佛 这样了解吗 好 再看下面 释迦摩尼佛说法 这是西藏的汤卡 它旁边有很多弟子 当它讲经说法的时候 佛的背光里面也会光中化佛 所以光中化佛无数译 不单单是指释迦摩尼佛 任何一尊佛都会光中化佛无数译 药石佛会这样 阿出皮佛也会 多宝如来也会 任何一尊佛都会光中化佛无数译 你可以看到 一尊佛它光中化佛的呢 向右旋转 为什么向右呢 因为右代表正道 所以它像彩虹一般 会出现很多很多的佛 不管是五尊 七尊 或十尊 都是光中化佛 这是十方佛观 再看下面一张 真正的定中见佛 我们今天要练习的是这个 事实上这尊呢 是八十八佛忏悔里面的三十五佛 就中间一尊佛 上下左右五方佛 然后呢向右一圈 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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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佛 无量无边的佛 那你观想每一个佛都是一样的 一样代表它们的功德都圆满 当然细部上来呢 看的话 每个佛有些是举手的 有些是结禅定印的 有些是所转法文印的 有些是微笑的 佛有很多很多的手印 大概分为五类 那个没有关系 你最重要是观想 你的心定在一个佛 然后变成一圈 两圈 三圈 四圈 一直大 整个房子都是佛 然后你心就安住一下 接下来你的念头可能会跑掉 可能又跑到呢 Gelang去吃榴莲了 对不对 然后又跑到呢 Burgis jangshin去大雪拼了 对 过年要周年庆啊 对不对 没关系 那你就叫他念头回来 回来海映古寺 对不对 待会念头又跑到别的地方 没关系 你再回来观想正中间的佛 一圈 两圈 三圈 四圈 到整个虚空 都是佛 然后心就安住在这里 这叫大乘的十方佛观 好 接下来看 当大乘十方佛观 这是刚才要观想持续比较久的 当要结束的时候 我会教引气 第一个 所有的佛像 向右旋转化为空性 连佛本身的形象也是透明的 像彩虹一般 然后它放光照在你身上 接下来 接下来你自己也变成了佛 就在虚空当中 你就是自信的 你就是自信的疲鲁 这那佛 注意 最后 最后只剩下你自己 就一尊佛安住在那里 这样了解 这样了解吗 好 好 所以我们今天要练习的 是这张图像 就是十方佛观 好 现在请把背做直 背挺直的目的是 要希望让你的气很稳定 从头顶一直到丹田 你能够平静的气稳定 气稳定的时候 你的心也会稳定 那在大秤的禅经跟金刚秤呢 里面说 气稳定的时候 进入中脉的时候 它就比较会开悟 第二个全身放松 脖子放松 肩膀放松 一切都放松 眼睛呢 请你先打开一半 对初学的人不要完全避 因为避会比较容易有幻境 好 现在呢 请合掌 合掌只是在练习当中 让你知道 当师父叫你放掌的时候 你就观想 一尊佛变五尊佛 五尊佛变十尊 就一层一层的 全部都是光中化佛 十方佛 好 请合掌 我看各位专注得很好 各位都是有善根的人 好 慢慢练习 那在这里就会出现几个状况 先跟各位说 第一 因为你很专注 所以 慢慢慢慢的 你就会觉得 哎 身体放轻松了 你会感觉到脖子也放轻松 身体也放轻松 好像这个身体就不是你的 只有念头 有时候做一做呢 你会觉得 哎 连我身体也没有了 很好啊 这代表佛告诉你 真正是无我的 是没有你的 有时候呢 你做一做呢 因为气从上面一直往下降 经过了心 一直到肚脐 一直到丹田 做一做呢 因为我们练习时间很短 只有五分钟 大部分都做得很好 但是有时候你如果自己练习的话 就会做一做 就会这样 嗯 非常的庄严 宁静 然后就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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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那你就起来 眼睛扎一扎 身体动一动 那代表你的气往下降 容易昏沉 这时候眼睛可以扎一扎 然后呢 回到呢 注意到两个自己的眉毛的中间 这时候气它就会上来 知道吗 这叫昏沉相 每一个人都会 你不要假的很庄严 你看我修得不错耶 就永远不会啊 不用这样子 神修的过程中 每个人都会有好的经验 跟不好的经验 那假如呢 你就在练习一二三以后呢 还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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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的话 那就起来拜佛 或者在客厅 或在佛堂里去走一走 去喝个水 然后再回来重新练习 这代表呢 你的 身体有一点点累 好 从早到晚 做工或面对的事情呢 这个很多 你的心很 崩得很紧 一下放松的时候呢 心本来很紧 看这里 一下放松了以后 像泄气的皮球 这是一样 这叫昏沉相 第二种呢 情况比较大家会发生的 就是散乱相 不坐则已 一坐啊 它就开始这样 左右开始摇动 甚至呢会动了很多 就像不倒翁 很快哦 越摇越快哦 它想我快要中马票了 这个是什么 妄念太多 就是你的心啊 妄念到了太多 你平常就这样 只是你不察觉 因为禅定的功德力 让你看到你的心 可见你的念头 哒哒哒哒哒哒哒 Like指弹一样 你现在听我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其实你的念头还在跑 很多人会想到别的地方 有些人很专心 所以这个时候 念头太多的时候 怎么办呢 就把你的气呢 专注在肚脐底下 三个手指或四个手指的地方 叫丹田 你专注在它那一边 所谓专注就是 把注意力放在那里 那气自然就会慢慢上下降 然后你心就会很宁静 尤其是小朋友 有些小朋友过冻儿或青少年 或今天很燥热啊 你就觉得奇怪 我上个礼拜做得很好 我修行得很好 怎么这个礼拜我就一直做不住 你不要压它 你越压它你越做不住